拉慕尼政敵挖出虐狗醜聞 贏得出損後 拉慕尼似乎穩坐共和黨 提名人選寶座 負面新聞卻也隨之而來 2007年波士對環球報的 拉慕尼簡介揭發1983年 他們全家出遊時竟把狗綁在車頂 報導指出狗兒驚嚇過度拉肚子 拉慕尼卻只是冷血拿水管沖洗 一到拉慕尼在加拿大的度假別館 狗兒就跑得不見蹤影 這成年往事 現在又被精銳器挖出來做成廣告 聯合其他網民一起攻擊拉慕尼 連歐巴馬團隊也加入戰局 資深顧問艾哲洛 就公開在推特上 比較歐巴馬和拉慕尼對狗的差別待遇 你還有未進嗎 輸入anime.tv